哈喽,欢迎回来妮妮就这样子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支丰收锣骨的表演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该怎么样练习这一首曲子 虽然对于我来说,练习丰收锣骨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因为当时有一个比赛,它的指令曲刚好就是丰收锣骨 所以我曾经花一些时间练习过 那十多年过后到了现在,虽然继场因为久没练习已经顿化 但是对于乐曲该怎么样练习,我还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首先就是,不管你在练什么曲子 不管你是初阶的练习者,中阶的高阶的演奏机 当你拿到一首全新的曲目,请你不要急着动手弹 请你先用你的眼睛跟脑子 把谱从头到尾阅读过一遍 挑出两个最重要的地方 所谓的最重要就是,你必须花最多时间去练习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慢版,因为慢版需要花时间去揣摩雕刻 第二个就是非常需要技巧的,像是快速止去啊 又或者是左右手需要去搭配的地方 风收锣骨我认为快速止去的地方算是蛮少的 毕竟它是一首终极稍微偏低一点的曲目 所以它难的地方基本上不算是太多 但有一个地方我认为需要被套出来练习的就是左右手搭配的那一块 坦白说,在我上一支影片 我认为我那段弹的是最不好的 因为我没有花时间练习 那一段我就是比较草率的去带过了 也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你左手必须弹对音 右手也必须把流畅度带出来 两支手要搭配的很好 并且在速度上面 所以这个请你在拿到曲子之后挑出来先去练习 好的 那这两个部分呢 我认为如果你每天都有练习的状态下 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 它的完整度我相信是有大幅提升 而且是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了 所谓下一个阶段 就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大段落去练习 藉由上一支影片我有去介绍到 丰收螺谷主要分成三个大段落 第一个是热闹欢快敲楼打鼓 第二个是慢版 第三个是在线主题 请你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去练习 把那个情绪做出来 大小声做清楚 等到这些段落你都已经练得完整之后 你再进到下一个阶段 你就是把所有段落串接起来 变成一首完整的曲子 这时候就是去练整首的连续性跟它的完整性 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 请你开始录音录影 看看画面上的自己是长出样子 声音上的表现有没有哪些是需要挑剔的 自己当自己的评审 以上大概是怎么样去练习整首曲子的一个通则 接下来我来讲讲针对丰收锣 哪些东西是谱上面并没有去记载 但是加上去真的是锦上添花的一些技巧呢 首先是在第一段的部分 因为它是在描述敲锣打鼓 低音的鼓是请你用小指去弹 因为小指是我们五根手指头里面 唯一一支没有带异甲的 它弹出来的音会非常的厚实 而且延续性非常高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用小指弹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 那有没有听到这个 我是用小指去勾的 大多数的人如果没有想法的话 可能就照谱去弹 会用中指或是无名指又甚至食指去勾 那我认为是比较可惜 因为没有把那个大骨的部分去展现出来 只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用小指去勾我认为会比较辛苦 是因为你需要有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小指是反复在起水泡 甚至是那块肉有点垂下来的状态 但是呢只要你撑过那个阶段 你就会跟我一样 拥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小指 它有个地方我认为可以挑出来练习 而且这个指法是非常多古针的乐曲都会用到的 也就是符音 那这东西出现在哪里呢 请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挥过去挥过来就好 符音对古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你必须把每一个颗粒都弹清楚 但是又具有连续性 还有一点情绪性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 要怎么样练好这个符音呢 我是这样子练的 你要弹得非常平均 而且你不是一个一个去勾 你是这样搭弦下去的 之后速度要越来越快 请你对着节拍器去练 过程中请不要手指滑倒 这东西看似很简单 但其实不容易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试试看 等到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 你在往后的符音 你都可以控制自己的手去展现符音的情绪性 最后最后呢 再提点一下风收萝卜这首歌 因为它是欢快的 不外乎它的速度是稍微偏快的 那在偏快又有那种敲锣打鼓的声响的时候 会非常容易造成整首乐曲很吵的 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一块呢 也就是你在弹奏的时候 你大小声必须要做足 整个乐曲上面 如果有标记重音的地方 请你就要做出来 小声的地方就应该小声 就是风收萝卜非常需要掌握的地方 对于这首曲子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 请大家回去多加练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